他不是當你是人 他不是當你是一個工具 當你是奴隸使用 廣東話入面的孤雷 來自英文Cooley 他們主要以勞力來賺取金錢 無論是建築工人 還是搬運工人 甚至稱道夫 有時都會被稱為苦力 四十年代初以前 港英政府聘用的一般工人 工作證上面 工種就會寫著Cooley 四十年代之後 改用Laborer一次 之後再改為Workman 也即是工人 英國拿香港就是走私鴉片 打鴉片戰爭就是要搞鴉片貿易 當時他通過香港 將鴉片散到內地 而他要做鴉片的走私 也需要很多的苦力 所以香港早期的工人 其實以這些為主 受到的壓迫很嚴重 往往會被包工頭 去剝削 十九世紀中後期 香港是英國駐遠東的第二大海軍基地 僅次於新加坡 而金鐘的海軍船奧 就曾經僱用工人接近一萬 成為當時香港最大僱主 另外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 當時定位是一個商業貿易港 多間洋行在香港建立 例如儀和、匯德鋒、太古等等 由於香港未進入工業時代 工人階級以建造業和搬運工人為主 相比外國工人 當時香港工人的地位和待遇 受到外資公司嚴重剝削 為日後工運埋下復筆 英國一佔領香港之後 慢慢發展各種貿易 你看到渣甸、渣華這些洋行都出現 一有這些洋行出現 就有船舶 也有產業工人的出現 而這些產業工人 往往就是洋人 即是外國人 無論是英國、法國、其他地方 他的薪酬都是比華人高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 到1904幾年、五幾年的時候 都是這樣 1909年 香港出現最早的工人組織 當時外於港英政府 不容許工人正式組織工會 所以採用工人研習社形式出現 運用集體力量 爭取本身的權益 社員也培養出參與集體 依賴集體的心態 令到工人力量更加團結 早期不是以工會的形式出現 早期的工會其實是 技藝或航會的形式存在 而到了後期 1915年左右 才有第一個 比較成型的海源工會 1921年的時候 才有一個叫中華海源工業聯合總會 根據1872年的紀錄 當時被佔領地區不足13萬人 工人就佔了當中三成七 有六萬多人 當中有一成三是搬運工人 為了捍衛華人勞工的權益 不同行業的工人就團結在一起 當時因為港英政府 對華人缺乏福利 工會更加肩負工人的生老病死 早期的工會 其實對於會員 其實是很多的照顧 因為你想想 其實他的身髓 其實是很卑微的 如果他有家庭 其實有些是很慘的 需要賣自己的子女 一般的病 喪事 其實那個工會 都會有些幫助 尤其是病其實是很慘的 一病 基本上整個生計都會影響 所以當時的工會都很關心這些 他成立完之後 馬上就提出要加薪 因為當時的海源 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個新水 其實跟外國的海源 其實是完全沒有得比的 譬如當時十幾二十元的一個華人 他只是外國海源 就是洋海源四分之一 甚至有些差到十分之一 現在我們說的同工同酬 當時是完全沒有這種概念的 所以海源工會提出要加薪 經過三次要求 資方都是不理他 不理他之餘 他還要加薪給海外洋人的海源 加了百分之三十就非常氣憤 才發動了罷工 海源 是香港最早出現的產業工人之一 由於當時仍然受到英國殖民統治 經常遭受外國旋動和包公頭的雙重剝削 過著機寒交迫的生活 隨時面臨失業威脅 1921年3月 蘇紹貞、林偉文等人 在香港得副道中137號 組建中華海源工會聯合總會 在海源工會聯合總會的組織領導下 開始舉行大罷工 成為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起點 他那時候很簡單的 號召那些海源 船一來到就叫他離開一條船 不做事 所謂的罷工 另一種就是號召其他國業一起去罷工 他那時候叫做總同盟的罷工 他的方式 其實剛才我說的 這些工人其實是來自廣州、廣東省比較多 所以他一罷工其實是拉隊回廣州 當得知香港發生海源大罷工 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成立香港罷工後活會 做好接收回國工人的準備 同時 中共廣東支部發表敬告罷工海源書 對香港罷工運動給予支持 從1927年到1930年 香港有15間工會或勞工團體 被港英列為非法組織 海源工會被宣佈解散 1928年 港英通過非法罷工停工法案 禁止工人進行罷工 民怨一直擠壓到1967年的反英抗暴運動 所以這種早期的罷工其實就是拉隊離開香港 令到整個香港的服務是癱瘋的 當時幫洋人打工的 即是倒野鄉那些都走了 所以為什麼海源大罷工會成為一個臭港 就是因為沒有人去清垃圾 沒有人去清這些清潔 罷工即是工人為了表示抗議而集體拒絕工作 當中以體力勞動工人為主的罷工最為有限 罷工往往能夠迅速得到 有僱主、政府和公眾的關注 港英政府採取離間、阻嚇、威脅等等的手段 對待罷工海源 宣佈海源工會是非法團體 派出武裝軍警實行戒嚴 封閉海源工會會所 逮捕罷工領導人 港英呢 他開頭是錯判的 海源本來是爭取一個叫做待遇 但是當時的港督覺得他是想要推翻他 1922年3月 各行業工人聯合舉行總統盟罷工 當時香港的航運全部癱瘓 市內交通中斷 生產停頓 3月4日 罷工工人報行回廣州 途經沙國村的時候 被港英軍警開槍襲擊 打死陸人 幾百人受傷 造成沙田慘案 其實他拉對回廣州 他影響是很大的 港英是很清楚的 於是他在關口的地方 即是邊境的地方 就截他 在沙田這個地方 這樣截 所以就發生了這些慘案 即槍擊 類似的情況其實有出現 例如六七的時候 六七反英抗暴的時候 反英抗暴的時候 其實都是拉對回內地的 在沙頭角的地方 邊境的地方 港英的警察有報防 對面 即深圳那邊 又有我們的軍隊 即阻截 以至對面 軍隊掩護 發生了搶劫的事件 當時也死了很多人 即是回去內地的工友被打死 海原大罷工期間 大部分體力勞動的工人 都一起罷工 無論是船員 搬運工人 甚至是清道夫 都參與罷工 令到這次罷工行動 獲得很大的勝利 港英那時候 一癱瘓 他就沒有負 因為經濟 社會運轉 都沒有這種勞動力 所以那個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因為有那種民族的意識 在裡面 即是他追求一個公平的時候 他是以一個民族的意識的勝負 所以港英也是錯判 於是他就取締了海原工會 即是將海原工會的招牌拿走了 這是很經典的一個場合 後來港英五十多天之後 罷工他頂不住 他投降了 港英將招牌還給海原工會 當時在中環掛了招牌 即是萬人空巷 我不知道你能看到那幅照片 就是那個經典的照片 而這個海原大罷工 就是當時震驚世界 全世界都未試過 可以這麼長五十多天的罷工 一次大戰之後 歐洲出現一股反殖民情緒 港英政府擔心失去中主國地位 於是將香港公運帶到政治層面 對於工人的訴求置之不顧 當時香港工人有明顯的國家和民族意識 認識到要改變自己的處境 首先要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處境 令到工人運動有更濃烈的民族意識 成功帶動社會氣氛 我們每一個時代 作為工會 我們都要跟那個時代如是俱進 要督促政府 來改善工人的待遇 這種做工會的一力相成的初心 後來海原工會搬到佐敦統一大廈 繼續為會員服務 亦都成為香港工聯會的屬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成立於1948年 前身是港九工會聯合會 建證香港多年工運轉變 近日他們就提出新時代新工運 嘗試從另一角度 了解工會在當今時代的角色 有了一個安定的社會之後 我們要提出來要打破資本的壟斷 我們要建立一個人人有機會的智慧型社會 因為隨著AI、人工智能、自動化 有一定的低技術工人或僱員 他們會受到那個衝擊 我們政府其實是要照顧的 要令到這些人不會被排拒在勞動市場之外 他們已經可以保存農的 他們在到現在的保護匠 有件事發生的彩毛 裡面會消息 的話,你們會收回會 大家家中的黑人 我們會提供的